淡水聖約翰科技大學昨天下午為大一新生 舉辦了一場成年禮的活動 到底這個儀式所代表的含義是什麼呢 而且它所證據的意義又包含哪些 請看我們的報導 為了培養學生感恩的情懷與責任感 並且激發成熟獨立的自我意識 淡水聖約翰科技大學昨天下午 為大一新生舉辦成年禮活動 而這項大型傳統活動式校目 是特別為18歲青年所舉行的一種宣告 在成年典禮當中 新生穿著端正襯衫 穿過成年之門 透過典禮正式宣告 學生邁向成熟的里程碑 其實每年這個時候都會舉辦 主要對於我們的新生 進到學校裡面 然後邁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那大學裡面的教育 是要啟發我們同學們的夢想 所以在啟發這個夢想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我們每一個同學可以秉承我們學校 過去在聖約翰科技大學 還是上海聖約翰留下的這些傳統跟精神 今年已經進入了第20年 除了邀請全校各處市 還有所有的新生同學以及家長一同參與 見證每一位聖約翰新鮮人賣入人生的新的里程碑 而愛合昌校長表示透過禮儀期許新約翰人的語言 行為還有心思都符合專理 也是社會告知青年人應該建立社會責任感 而接著就由校長帶領全體貴賓與師生一同舉杯敬成年久 進入大學要有夢想之外 更希望同學們藉由成年裡思考他在大學裡面相關的興趣 帶著興趣學習 帶著興趣把學到的東西走出校門 然後好好的去在社會上扮演聖約翰科技大學 應有畢業生的一個角色 是我們蠻期待的 這是他們的剛開始 未來的路還很長 希望在聖約翰科技大學這四年當中會有一個很好的收穫 另外在活動會場也頒發了潘宋德先生紀念獎助學金 還有洪穗先生紀念助學金 分別資助學生學雜費每學期新台幣25000元 以及12500元 總共四年共八個學期 直到學生畢業為止 讓大一新生邁向成人的全新旅程 自身也視覺得很快 也來自抵造 我們這個商量看 有別的 我們走到